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已经是第九届了 今年大会能够顺利举办可以说是来之不易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广东省委省政府 以及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与会嘉宾 多年来对中国移动的厚爱与支持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那些默默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我建议大家用掌声向他们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谢谢 在为期三天的大会中 中国移动将与业界同人一道 为大家呈现一年来5G 在融入千行百业当中的最新成果 共同见证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新跨越 今年的大会将继续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来同步呈现现场的盛况 网友们足不出户 就可以在云端观展观会 交易订货 我们也向正在收看主论坛直播的所有网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感谢大家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出席大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广东省人民政府陈良前副省长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蔡立志局长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周穆堂二级巡视员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话厅詹若兰二级巡视员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魏文涛副局长 今天来到现场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欣总经理 高铜庆副总经理 简琴副总经理 赵大春副总经理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长期以来对中国移动给予信任 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产业领军人物 合作伙伴 重要客户 以及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移动发展的媒体朋友们 我仅代表本次大会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董欣总经理致欢迎词 有请董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敬的陈良贤副省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尚务好 我们中国移动 杨洁董事长 由于疫情的要求 处于近期有重要工作 不能离开北京 所以呢 他特别委托我 和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公司领导 以及我们中国移动的 动作的我们同事 到广州现场 来向大家报道 向大家现场表示感谢 杨董事长将通过视频的形式和大家见面 那么非常感谢啊 中国移动 这个每一届我们的合作伙伴大会 都会迎来我们众多的支持者 那么今天呢 我也在主会场 见到了我们众多的新老朋友 也将通过线上 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一年一度的中国移动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呢 可以说是在 各方的支持下 尤其是在 广东省委省政府的 全力帮助下 今天又在这里顺利召开了 所以我们呢 能够和大家相聚 也是我们的缘分 也是我们的福分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就是 数据万物 自算未来 同心同行 开心局 共生共赢 谋新天 首先我还是代表中国移动 对我们新老朋友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广东省 省委省政府 多年来的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天的灯光 非常的不友好啊 这个刚好是我这个影子 把我的发言稿打住了 这也是考验我的 这个老花眼的一种方式嘛 将来我们迎来 未来的互联网时代 迎来我们的元宇宙 可能就没有影子的存在了 刚才我陪同省长 在看我们的展台的时候也讲 未来 我们的元宇宙时代 我们想什么 就可以说什么了 那近年来 中国移动 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发展素质经济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主动融入全面落实国家战略 加快构筑 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 积极发挥信息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我们加快建设信息高速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 截至目前5G基站超过了56万个 规模全球最大 到年底我们还在冲刺 数量会大大的增加 千兆光纤覆盖超过1亿户 数据中心机架超过了108万架 智慧中台汇聚共性能力超过了230项 那么日调用呢也非常的活跃 那我们还在大家的帮助下 创新运营信息高铁 满足素质化生产生活的需要 发展5G套餐客户3.6亿户 终端客户2.5亿户 落地5G行业应用 商品房超过了5000个 这个数呢大家可能觉得不大 但是一个房子其中容纳的用户是非常多的 推出移动云产品220款 密估系列产品用户超过8.7亿户 刚才在现场呢 城长和各位广东省的领导呢 也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和期望 我们努力构筑创新高地 助力行业提升国际话语权 完善一体四环研发布局 研发机构超过10家 运营5G开放实验室28个 牵头5G国际标准项目144个 或5G专利3300件 稳居全球运营商第一阵营 这也是大家帮助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发现灯光又调了 这个影子没了 但是光线也没了 可能还是要调回来 这个我们扎实履行三个责任 彰显央企使命担当 主动对接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接续推进数字乡村振兴 实施C方三能计划 助力探达峰探中和 C方就是探达峰探中和 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做好现党百年庆典等重要活动 通信和网络安全保障 推动无人机应用于防汛救灾保通信 以大数据支撑疫情精准防控 这些成效的取得 离不开广大 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和鼎力帮助 社会所需 人民所想 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国移动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一是要加强新基建布局 夯实素质经济的基础 底座 我们要传承运营商基因 我们的中国移动是靠移动电话起家 我们的基因是运营商 我们要落实高速泛载 天地一体 云网融合 智能敏捷 绿色低碳 安全可控的要求 加快新基建 推动网络无所不达 算力无所不在 智能无所不及 我们期待 能够携手产业各方 建设发展好5G 做到加速 一定要使我们的5G好用 发挥作用 既要确保网络全面领先 也要确保业务和产品全面领先 布局构建好 算力网 着力强网 兴算 融入国家东速西算布局 提供算力泛载 算力共生的一体化 社会级算力服务 运营推广好智慧中台 促进助智赋能 推动上云用术复制 助力政府管理 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 二是要繁荣素质化应用 激发素质经济的蓬勃活力 素质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进程加快 各行各业的素质化转型 由以往的选修课 转为我们当前的必修课 从未来时 变为我们现在的进行时 推进信息服务 共济测结构性改革 激发素质经济潜能 释放信息消费活力 我们期待能够携手产业各方 按下素质化生产的加速键 加快5G行业应用复制推广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插上素质化翅膀 提供素质化生活新范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素质化应用覆盖田间车间 汇集舌间指间 遍布天上地下 让人民群众畅想虚实相通 智慧美好的素质生活 三是要开展高水平的科研 培育素质经济的核心能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国家赖之以强 企业赖之以赢 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当好国家队排头兵 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断场板 补短板 助力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尤其是我们生产要素的 这个巨大的变化啊 技术和数据的加入 为我们中国移动 下一步发展 带来了机遇 为我们下一步 与大家的合作 带来了机遇 我们特别期待 能够携手产业各方 用好联创家平台 围绕卡脖子难点 加强产学研用联合创新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站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瞄准6G量子通信 下一代网络等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四是要加强全方位防护 助劳数字经济的安全屏障 没有网络安全 就没有国家安全 这个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要 刚才在这个省长在巡管的时候 我们共同讨论了这个问题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将维护网信安全作为应尽职责 这也是党中央总书记 对我们通信运营业的明确要求 坚持规范中发展 发展中规范 助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在此呢 我们也特别期待 能够携手产业各方 依法办事 合规运营 确保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 数据安全 内容安全 共同为数字经济发展 保驾护航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正所谓 至何者不以三海为远 中国移动将高举开放合作大旗 致力于做一个愿合作 懂合作 懂合作 会合作的好伙伴 秉持共生共赢原则 深化产业合作 催生更大化学反应 结出更多封锁成果 既加快中国移动 转型步伐 又推广 广大合作伙伴 百花齐放 涌现更多的专精特心的企业 我们特别愿意通过我们的合作 为我们广大的合作伙伴服务好 我们愿意在未来发展中 与大家一道深刻理解把握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贡献我们的移动力量 最后再次欢迎大家 光临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期待大会圆满成功 期待大家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好 再次感谢董总的精彩致词 请到台下稍时休息 谢谢 本次大会能够顺利召开 与广东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 给予中国移动的信任 关心指导和支持密不可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 广东省人民政府陈良贤副省长 为我们致辞 欢迎陈副省长 欢迎陈副省长 尊敬的总经总经理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 祝你大家相聚在美丽的花城广州 共同参加2021年 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在此受新月省长委托 我仅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 对大会的举办 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各位嘉宾朋友的到来 表示诚振的欢迎 对长期以来光心支持 网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 表示充心的感谢 近期通信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光降支撑 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促进网络 信息技术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深刻指出 发展数字经济 是把握新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新局域的战略选择 强调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战略顾及 加快建设高速换载 天地一体 引网融合 智能敏捷 力射低碳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这为我们加快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相形地 试验区和数字经济大省 广东一直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在中国移动等国内信息通信业 临京企业的大力支持帮助下 持续加大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大力实施5G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初步形成了全球最大的5G产业集聚区 目前广东拥有超千家5G相关企业 建成5G基站14.4万个 5G用户数超3,400万户 累计推动1.85万家 微商工业企业速度化转型 带动57万家中小微企业上云用云 去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了5.2万亿元 5G的基站数 用户数和产业规模全国领向 其中广东移动建成的5G基站数也占全省的一半 为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和科技赋能 疫情防控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全球技术产业体系 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分工隔绩 广东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务署 紧抓粤港澳大王区深圳先行示范机双机建设和恒秦 墙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的重大机翼 大力可以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局勤为代表的20个战略性的产业局勤 统筹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 全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努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至高点 这将为信息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无限的商机和广阔的空间 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落户广州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 本届大会以数据万物 智算未来为主题 聚焦数字产业发展 为以会各方搭建了一个信息沟通 合作交流 新业发展的高端平台 必须进一步地强化信息通信产业生态创新合作 对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提高重要的推动作用 希望以会嘉宾和业界人士充分用好这一平台 深入交流养讨 共同探索加快数字化发展之道 希望中国移动携手各合作伙伴 加大5G 丧力网络 智慧中台等建设力度 推动更多项目落户中国 落户广东 广东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的力度 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支持不断创新5G技术 拓展5G应用场景 打造良好的5G产业发展生态 为广大客商来月投资新业 合作发展提供优业的服务保障 最后一祝本次大会提到圆满成功 祝中国移动和各合作伙伴 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祝各位嘉宾朋友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望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陈副省长 请到台下稍事休息 再次感谢广东省委省政府 对中国移动的鼎力支持 谢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 成就显著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 在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恢复生产生活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 数级万物制算未来 发展数字经济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中国移动将如何思考和把握 数字化时代的新机遇 如何承担其主力军使命 携手合作伙伴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有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杨洁董事长 为我们做视频主旨发言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大屏幕 尊敬的陈梁贤副省长 各位合作伙伴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尚务好 今年的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以数计万物制算未来为主题 旨在凝聚产业合作伙伴力量 共化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共谋制算未来广阔前景 首先我仅代表中国移动 对线上线下参与大会的所有嘉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大家长期以来 对中国移动的支持 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强调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民生的各领域全过程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辐射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之深 前所未有 信息通信业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中间力量 承担着更大责任使命 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分享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 第一 新基建加速提挡升级 推动数字生产力孕育发展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贩代部署促进了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普及 正成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条梁纽带 凸显三个作用 一是构建更大范围连接 实现从十亿级人与人的连接到百亿级人机物多元主体的智能连接转变 二是传递更多维度信息 实现从承载语音、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向传递听觉、视觉、触觉、多维度信息和多领域知识转变 三是提供更深层次服务 实现从以连接为主到提供以算力为中心、模块化、封装、可灵活调用的通用能力转变 新基建筑建贯通数据感知、传输、存储、处理、全链条各环节 为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我们要推进新基建 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 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畅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更好地融入新发展格局 服务新发展格局 第二 一是新规模效应 一是新规模效应 数据在多场景、多领域的快速流通、复用 推动产品、服务范围从有限领域向更广领域的延伸 满足生产、生活、规模化、个性化的需求 三是新学习效应 机器、设备、通过AI等技术 赋能逐步成为学习主体 不断创造新知识 产生颠覆式的创新 新要素的高效整合、精准配置 促进生产资料、共享、复用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我们要融合新要素 加快矿行业、矿领域的技术、数据、要素的共享、共用 创新推广、数据化的应用场景 打造数据驱动的新增长模式 释放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第三 新动能潜力不断激发 引领数字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 在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资料共同作用下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催生三个创新 一是产业创新 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不断提速 呈现出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征 各行各业运用信息技术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业态创新 信息技术赋能产业数字化升级 助力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不断培育新业态 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构建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 三是模式创新 信息技术和数据驱动的发展模式 打破了地域、时空边界 加速产品迭代、服务升级 实现供需之间实时精准的匹配 不断引领需求、创造需求 新动能的极具培育 有效的推动了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方式 向超大规模定制化、个性化的数字生产方式的转变 壮大了数字经济发展引擎 我们要激发新动能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 深化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 深化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民生的深度融合 通过加速数字产业化发展 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 构筑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 新基建、新要素、新动能 为各行各业转型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移动将永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主力军 锚定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目标定位 聚焦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主线 系统构建以5G、算力网络、智慧中台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放大信息通信企业、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扁单效应 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第一、构建、品质一流的5G网络 提供高速、移动、安全、犯在的连接服务 5G加AICDE信息技术群的融合创新 为跨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将全力打造、覆盖全国、技术先进、品质优良的5G精品网络 深化、共建、共享、集约高效、扩大建设规模 确保2022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乡镇以上5G连续覆盖 以及重要园区、热点区域、发达农村的有效覆盖 依托5G网络、创新、推广、高品质、有价值、可复制的产品应用 提升信息服务供给的质量 赋能、数字化生产、打造安全可靠、性能稳定、服务可视的5G专网 深化9万平台布局落地 加强生态合作 面向工业互联网等18个重点垂直领域拓展5G行业应用 推进互联网、连接、加平台、加应用、加生态的融合发展 服务数字化生活 联合拓展5G消息、视频彩铃、云游戏、云AR、云VR 移动认证、超级SIM卡、合彩云等特色产品 探索保险、征信等金融科技服务 实施数字生活家计划 聚焦、娱乐、教育、养老、医疗等场景 提供HDICT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推出新级服务的品牌 发布TOP100的品牌联盟 升级范智能终端全渠道销售联盟 共同提升用户信息消费体验 支撑数字化治理、推广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信息服务 强化5G在应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社会安全等事件中的应用 实施C方三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计划 第二 升级网络加乡村振兴模式 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第二 构建泛在融合的算力网络 打造一点接入、记取、记用的算力服务 信息网络正从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交换 诸步向算力为核心的信息、数据处理演进升级 汇聚全社会泛在算力资源 满足多样化业务需求 推动网络与算力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高效、智能、安全绿色的网络 能够支撑包含云、边、端在内的算力、灵活调度 按需取用 突破单点算力瓶颈 推动算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算为中心、网为根基 网云、数字、安边、端链等深度融合 提供一体化服务的算力网络 应运而生 成为智能化综合性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 我们将深入落实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部署 科学合理布局数据中心 发挥既有的通信网络优势 全面推进算力网络、技术、产业、生态、商业模式成熟 通过深化算力在物理空间、逻辑空间、异构空间 融通发展、推动网络 从连接算力到感知、承载、调配算力 实现算力泛载、算网共生 通过融述、组织、构建、算网大脑 实现算网资源能力的智能编排统一管理 通过要素融合、算力整合 提供从资源式向任务式转变的一体化的服务 通过算力网络 进步推动信息服务能力升级、供给升级 推进算力网络在国家治理、社会民生、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国内国际市场拓展等更多领域的落地应用 使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 可一点介入计取、计用的社会级服务 今天我们也正式发布算力网络的白皮书 希望以此为起点 凝聚各方共识、携手、谋划、算力网络的愿景、蓝图 为数字经济发展、增强能力、注入动力 第三、构建开放共享的智慧中台 输出统一封装、灵活调用的能力服务 中国移动打造的智慧中台能力服务体系 是应用软件、硬件设备、平台、规范、标准、组织、流程、文化等一系列元素 有机结合并形成的运行机制 目前已经汇聚了230多项的共性能力 月调用量超过90亿次 我们将统筹推进 业务加数据加技术的中台协同联统 不断积电能力、支撑发展、助制赋能 对内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 形成内部资源、产品、服务、用户需求的正向循环 为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多环节 助制赋能 对外拓展全社会数字化的应用 支撑社会信息的多维采集、海量分析、实时处理 助力提升生产、生活、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水平 利用智慧中台构建ACE共创共赢的生态 推动能力向更高层级的跃升 积极探索引进来 建墙、云上移动 就是我们的移动云 巫统引缝就是我们的大数据平台 九天揽月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 这三个支点 吸引优质能力入住 加快推进 走出去 整合发布基础通信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安全认证、精准定位等特色能力 输出统一封装、灵活调用的能力服务 实现社会价值、用户价值、企业价值的共同提升 5G、算力网络、智慧中台、融合互通、协同共进 一起构成、连接、加算力、加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 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汇聚、流动和共享 推动实现 网络无所不达 算力无所不在 智能无所不及 支撑数字经济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小河有水、大河满 大河无水、小河干 围绕构建、连接、加算力、加能力的新型信息服务体系 我们期盼着与广大产业合作伙伴深化合作 共享发展机遇 繁荣、数字经济 开创、智算未来 一是共同致力于推进、补迹、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联合制定5G-R17及后续版本的国际标准 推进信息通信基础理论、核心技术等创新突破 二是 加快网络覆盖、大力发展多模、多频、多形态的智能终端 加快拓展、丰富多彩的产品服务、应用失败 提升5G网络安全水平、加速5G融入百业、服务大众 二是 共同致力于推进、算力网络、协同创新 制定算力网络的技术路线、目标架构、标准体系 协同公关、安全、能耗等产业链的共性问题 统筹、调用、跨地域、跨运营主体的算力资源 探索、跨行业、跨产业的算力网络联合实验 促进算力网络绿色、安全、健康发展 三是 共同致力于推进智慧中台的应用赋能 围绕产业发展、技术远近、应用需求等相关联益 广泛汇聚产业合作伙伴的优质能力 优化中台统一本户、加快能力有序、高指、合规的开放 联合挖掘商业化应用新场景 支撑全社会上人、用术、复制 中国有句古语 万人操工、共设一招 招五不中 让我们把准信息技术发展航向 紧盯数字经济航标 以海纳摆穿的胸环、乘风破浪的勇气 在开放中创造机遇 在合作中谋求发展、推进新基建 融合新要素、激发新动能、合力开创 制算未来的光明前景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光临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谢杨洁董事长 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刚刚杨董的主旨演讲 既有前瞻性又接地气 连接加算力加能力 中国移动正在为全社会铺就坚实的数字底座 共创共赢始终是中国移动不变的开放合作战略 相信广大合作伙伴能够和中国移动一起 永担使命、永闯蓝海 一定能够开创更加美好的制算未来 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杨洁董事长的精彩演讲 谢谢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印发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 正式启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 实施东数西算战略工程 构建国家算力网络体系 刚才在杨董的演讲当中也可以看出 算力网络是连接加算力加能力理念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中国移动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要求 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加速构建智慧社会的全新布局 接下来中国移动将向各界重磅发布算力网络白皮书 全面阐述算力网络的目标愿景 场景展望 发展路径和关键技术 同时中国移动将联合产学研多家单位 向业界联合发起倡议 共筑算网新基建 共创数字新未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定大屏幕 继续把目光锁定大屏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 一个以算力为核心生产力的时代 加速到来 算力已成为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将直接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 直接决定社会智能的发展高度 网络作为连接用户、数据、服务的主动脉 与算力的如何共生不断深入 国家提出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有极点 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中国移动把握时代大势 承接国家战略 提出算力网络全新发展计划 打造以算力为中心 网络为根基 网、云、数、质、鞍、鞭、鞭、端、链等 多要素如何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推动算力成为与水电一样 易电接入、汲取及用的社会及服务 最终达成算力无处不在 网络无所不达 智能无所不及的发展愿景 为联合产业 共同构建算力网络技术体系 共同加快算力网络产业成熟 共同推动算力网络生态繁荣 中国移动联合产业一道方器 算力网络发展倡议 发布中国移动算力网络白皮书 共商数字经济转型之策 共谋科技创新发展之道 网络无所不达 算力无所不在 智能无所不及 让我们共同破话算力网络的美好明天 接下来有请广东省人民政府陈良贤副省长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蔡立志局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新总经理 高同庆副总经理 简秦副总经理 赵大春副总经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华先生 中心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首席技术官王喜渝先生 中国性科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俊先生 爱立信公司东北亚区执行副总裁 兼爱立信中国总裁方宁先生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陈刚先生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CEO高念书先生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陈东峰先生 新华三集团联席总裁黄志辉先生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瑞斌先生 小米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 王小燕先生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网络平台事业部总监 阮博超先生上台 共同启动发布仪式 我们掌声有请各位领导和嘉宾 好各位领导就位之后就可以把手放在按键上 接下来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三个数 一起来按动按键 来 三 好 好 请各位领导把口罩摘一下 谢谢 好 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案件 中国移动算力网络发展倡议 即白皮书发布仪式成功 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合影留念 让我们祝福算力网络生态不断繁荣 共谋科技创新的发展之路 好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想到台下收拾休息 同时我们请中国移动集团的各位领导在台侧稍时休息 谢谢 中国移动是业内最早开喊客户品牌运营的企业 打造出全球通动感地带神舟型这些家喻户晓的品牌 同时中国移动始终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 用优质贴心的服务回馈广大客户的厚爱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为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体验 三大客户品牌为每一个客户群体更为每一位客户 千样产品万分权益携手合作伙伴 覆盖十亿用户点滴诉求 无限服务助就无限价值 聆听十亿用户声音 汇取上万场景 关联千叶百态 中国移动 以客户为中心 打造有品质 有品格 有品味的品牌形象 撑邀广大合作伙伴 共同打造深入人心的品牌联盟生态 新极服务让爱连接 Top100品牌联盟为你而来 新知所向方为品牌 在人口红利向人心红利转变的重要时期 中国移动坚持打造有品质有品格有品味的品牌 继三大客户品牌全面升级后 率先推出客户服务品牌新极服务 品牌是深入人心的通道 是共创共赢的平台 中国移动承邀广大合作伙伴 一起打造全新的品牌生态 胡写品牌新篇章 下面有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董欣总经理 高铜庆副总经理 简琴副总经理 赵大春副总经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潘卫东先生 芒果超媒总经理 芒果TV总裁蔡怀君先生 柯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先生 华润万家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华文先生 华筑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鲍献威先生 携程集团副总裁 张萍先生 共同发布中国移动新极服务品牌 及Top100品牌联盟计划 让我们以热力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 有请 我们请各位领导摘掉口罩 好 各位领导就位之后就可以把手放在推杆上 我们接下来一起倒数三个数 共同来推动推杆 来 倒数三 二 一 启动 中国移动新极服务品牌 及Top100品牌联盟计划发布成功 请各位领导和影留念 也请我们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一珍贵的瞬间 好 请各位领导和影留念 好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 请到台下稍事休息 谢谢 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产业合作伙伴的共同推动 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嘉宾演讲环节 首先诚振的邀请中国工程院乌赫全院士为我们带来IPv6助力打造以算力服务为中心的网络的视频演讲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大屏幕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大家好 我的发言题目是IPv6助力打造以算力服务为中心的网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显示了在固网的数据业务和互联网业务 移动的数据业务与互联网业务 以及固网政治业务 列出了2020年的数据和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 我们可以比较关心是他们的增长率应远都是比较高的 在电信业务的占比也在逐年提升 特别是对电信业务增长的贡献 去年固网数据和互联网业务对电信业务增长的贡献高达42.9% 那么移动数据与互联网业务对电信业务增长的贡献占20.3% 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 固网的增值业务 尽管目前绝对值比例还不算太高 但是对电信业务增长的贡献已经接近80% 在固网增值业务方面 可以分解为数据中心业务 云计算业务 大数据业务 物联网业务等等 那么我们特别关注其中云计算业务 去年云计算业务的增长到了85.8% 云业务不仅要求通信连接 还要求以高可靠低成本灵活调用算业资源 为了适应上云业务的发展 我们需要有一个算力网络 这里边大家看到的一个架构图 是算力网络的一个结构 它底层是网络资源层 中间有算力路由层 包括转发面和控制面 在上面有算力资源层 最顶上有算力服务层 利用算网管理层呢 来协同的这种资源的管理 在这个算力网络里头 关键技术有些什么呢 包括实验敏感网络技术 确定性的网络技术 还有网络功能虚拟化 以及计算邀先网络 还有电信可信区块链 IPV6和基于IPV6的分段选路SRV6 也是其中的关键技术 我今天的报告呢 早就讲IPV6 在算力网络里头的作用 整个云换业务 对网络可信智能化 有很高的要求 那么这些要求通过IPV6 为了可以对应这些要求 做一些适应性的发展和改革 网络业务要求多样性 组网灵活性服务个性化 网络性能要求高带宽 低实验高可靠高安全 我们现有的技术 有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远见定义虚拟化 5G IPV6 左边是需求 右边是支撑 来实现网络的可信智能化 我们具体来对应 网络的可思化 我们要求对网络的业务需求能感知 对网络的脱坡可发现 这里边包括带宽 丢包率 食盐 安全性能 以及网络的健康状况 对应的IPV6里头 我们有APN6应用感知 有IFIT水流检测 我们可以发现网络的问题 其实网络可信智能化 还可以发现 还可以发现 业务的敏捷化 运营商要快速适应用户的要求 实现快速的配置和提供业务 那么对应的技术呢 要SRV6分段路由 网络可信智能化 第三个特点是业务的实时性 要支持选择低实验和确定性的路由 那么对应的业务 IPV6呢 有SRV6 还有DIP 确定性的IP 最后网络可信智能化 还表现为运维的智能化 这里边要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实现智能的运维和预测分析 那么在IPV6这方面 对应的是SD-WAN 远见定义的管理网 先说一下APN6 这是基于IPV6的应用感知 传统的IPV6的爆头 只有原地质目的地质 只能用于选路 那么运营商是不知道 这个地质所承载的IP包是什么样的业务 也就是说这是盲目的 运营商没办法针对性的提供对应的服务 网络规划通常要采用轻载 这些以上资源利用率很低 那么迫使运营商 只能按管道方的方式工作 难以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和精细化的运营 现在IPV6有非常长的地址 这里边拿出128个比特 前80个比特可以应用标识 包括用户的身份 用户的APP 用户会晤的ID 以及服务质量等级 后世之8个比特 可以标识这个所存在的 这个业务的带宽需求 食言需求 抖动需求 丢包率需求 那么运营商可以打开IPV6的地址 就能发现这个IP包是什么业务类型 对性到有什么要求 因此就可以针对性的提供服务 第二个功能是IFIT 叫基于IPV6的水流检测 这种检测方法 有一种叫明信片法 就是把摇车的数据包 跟用户数据包是独立的 但是呢 仍然走在同一个用户信道里头 还有一种呢 直接用户数据包里头 这包含了摇车数据 当然还有良解混合的办法 右下图 我们看看原来没有IFIT的时候 我们很难发现哪一段出现问题 并且呢 往往只能靠用户投诉 我们才能来找 即便在投诉的时候 要定位故障点也是难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因为通过IFIT水流检测 用户数据到了目的地 我们这个信道的性能也能 跟着就测试出来了 所以这业务能自动部署 能主动发现隐患 通过软件定义网络 SDN 我们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 算出了一个端到端的路由 然后算出这个端到端路由呢 我们把这个路由表 迁入到IPV6包里头 地质之段 这里发送给第一个路由器 圆端路由器 比如说这里看到102 就表示这个包下一条要到N2 然后N2看到205 下一条到N5 N5看到509 下一条到N9 这样就建立一条端到端的路由了 中间的路由器不用思考 不用计算 只是打开IPV6包就可以了 但实际在运行中 网络会出现故障 一旦有故障 它就及时上报 修改这个路由表 有的SRV6 跟传统的MPLS方式比 有很大的改进 左下图是MPLS方式 要依赖路由节点之间 大量的新领交互 来获得目的地IP地址的标签 以及其他设备的状态形式 各个节点都要建立一个数据库 维护这个链路状态 而现在基于SRV6 就端到端的打通了 依靠SDN的控制器 来收集拖泡信息 并且通过IPV6 沙发到各个路由器 各个路由器的IPV6包的传递 就能端到端的建立一条VPN行动 所以实现快速的配置 但IPV6有个问题 它现在128bit 还是太长 导致我们的中间节点处理来讲 对计算能力和闪应时间要求比较高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IPV6包里头的前面的前缀 基本上所有节点是相同的 因此可以不需要这个前缀 可以大大压缩 我们就从128bit 压缩成为32bit 这叫投压缩 那么利用了投压缩的技术 不需修改现有的地质规划和路由规划 现网的设备就可以远见新极了 这样就大大推动了SRV6的应用 现在我们在Sony网络 我们是云的时代 一个企业和它的分支机构之间 要联系 和互联网数据中心 和企业的数据中心 和企业的私有云 以及公有云 都要发生关系 传统的一种办法是走互联网 也不需要另外租线 但是服务资料 不见得能有很好的保障 因为它跟其他用户的业务 是共享这个网络的 另一种办法是租用专线 那么这样虽然成本高一些 但是服务资料好一些 不过也有个问题 这个专线呢 并不是说你现在要十个机 马上再过五分钟 要一百个机 运营商就能这么快的 给你调度起来 总是有个过程的 那么用什么技术可以支持呢 我们说SD-WAN 就基于SRV6的 远见定义的广域网 从底下来看 这里边有互联网 有核心网 有情域网 然后在上边呢 我们有个underlay的控制层 对底层的控制 就包括情域的 省网的 骨干网的 数据中心的 在上一层是云网的接同 这里边有网络的编排器 和云算平台 在上边overlay层呢 有overlay层的控制器 就要包括支持IPSEC 这些隧道应用 再上层是网络引擎 那么我们会以SRV6 来避免对overlay层的 多段隧道 这技术配置的复杂性 基于SRV6的SD-WAN 它具备网络可编程的能力 能实现海量广域节点的 集中快速的管理和控制 未来的SRV3 我们面对的是大客户 往往需要给大客户提供 针对性的服务 而大客户呢 不见得非常能准确 把它的需求啊 用我们网络运营商 所熟知的俗语 那样表达 我们也要引用一个意图引擎 来理解客户的需求 并且把它翻译成我们运营商 比较熟悉的语言 通过它来摩擬网络的协计和规范 然后把客户的需求 分解为网源之间的连接和突破 这就是到执行引擎 执行引擎呢 通过标准的接口 把这些网源串起来 自动化的形成一个端端端的信道 给客户提供数据传送的同时 我们中间还有个分析引擎 来实时的收集 在使用中的流量 流向和达到的性能 最终呢 也通过智能引擎 来妖化我们的数学模型 那么实现网络的自动妖化 现在我们面对是一个云网融合的时代 并且是需要多云协同的时代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协同措施 即便使用了多云 效果是不高的 我们看右边 我们多个数据中心呢 可能盲前不均 因此利用率低 投资浪费 现在利用了SRV6的云网一体调度 我们妖化了网络也妖化了算力 我们达到了什么优点呢 我们使得不同的互联网数据中心 它的业务量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 上面那个是多网协同 底下的图呢 是云网协同 我们有些这个业务的通过这个网络 有些可以在云端实现协同 有些可以在网络层面来实现协同 通过这种跨云网的协同 能达到进一步的妖化资源 并且多云呢 可以增加安全性 多云可以满足不同的监管的需要 但是多云需要协同 否则就负载不均了 另外通过SRV6的云网协同调度 可以资源得到妖化和高效率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在数字经济的中央经济学习会上就讲到 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 天地一体 云网融合 智能敏捷 绿色低碳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 综合性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那么算力网络呢 就是其中的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最后 云换业务已经成为新时期 电信业务增长的第一引擎 网络不仅要快速建立 满足客户带宽与实验要求的通信连接 还要为客户低成本高可靠高安全 使用Sony服务提供灵活的调度能力 需要优化云网边端的协同 从现有的网络架构 相以Sony为中心服务的架构演进 真正实现云网融合 IPv6新时期正好跟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人工智能和5G等 新一代新生技术并行发展 IPv6成为新一代IT的侵展平台 并且统一云网边端的侵展 将在云网融合和多云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Sony网络对IPv6提出了很多挑战 IPv6需要在确定性的管理网 变长的IP地址 网络安全等方面持续创新 IPv6将与Sony网络并行发展 好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吴院士干货满满的分享 5G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应用数据的时代已经开启 如何基于新型基础设施用好数据 发挥数据的价值 有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梁华董事长 带来深耕数字化智能化 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演讲 带来一些华为的理解和思考 有请梁董 各位嘉温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过去两年 那么5G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截至目前全球已经部署150万5G基站 共有176张5G网络 再为5.2亿用户提供5G服务 我们看到在快速规模商用的过程中 5G正在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变化 对个人消费者来说 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观看移动高清视频更加清晰流畅 以一部1Gb的高清影片为例 初始缓冲时间从过去的3秒降低到0.5秒 实现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倍速乌卡顿体验 那么相信随着5G的进一步发展 个人体验将逐步走向高清沉浸化的时代 那么对行业应用来说 2021年迎来了规模复制 数字化走向更多场景更多企业 过去一年有超过1万个5G行业创新项目实践落地 其中1500个商用合同在港口、钢铁、矿山、制造等重点行业发挥赋能作用 帮助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那么5G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 但这只是开始 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应用数据的时代已经开启 数据将是这个时代的关键特征和核心生产要素 那么5G连接、算力、能力用好数据 发挥数据价值 在这里来分享三点思考 那么第一 首先要实现电信行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为客户更好的提供数字化体验与服务 那么刚才吴院士在这里讲了 整个我们网络过去提供连接 就跟大家打电话 就像提供带宽一样 那么未来要提供算力和数据 作为算力网络 在此基础上面 那来提供更清楚的协同的应用 那么这自身对我们电信行业也提出了挑战 那就是说我们电信行业也要数字化、智能化 那么今天通讯网络在生活中 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两级三级时代的打电话 发短信到现在成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不管是社交、娱乐、还是打车、支付、购物 都是通过一部手机来完成 那么在这背后 是运营商做了大量的工作 涉及到众多复杂的场景 以及海量数据的处理 确保网络无所不达 无所不用 那么比如 以一个三千万用户规模的移动本力网为例 每天移动用户送网记录达到了70TB 性能数据大概是25TB 每分钟产生三千万条位置性更新的信息 那么基于这些数据 结合电信行业的运营、运维知识和实践 并将网络风险识别、故障处理等工具 进行数字化封装 并利用异常识别、群障预测等AI技术 电信运营商可以保障网络的平稳运行 为用户提供高可靠、高质量的用户体验 那么刚才吴源氏也讲了自动运维 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在目前 不管是数据的应用 以及AI技术 也包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给我们电信行业可能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改变 那就是我们运维模式的变化 怎么实现真正的智能化运维 那么随着5G进一步使能隔行隔夜 网络所面临的需求和问题将成倍增长 以钢铁行业为例 由于厂房到处都是重金属设备 带来了严重的信号干扰 同时为了支持机器视觉检测 和远程控制等实时性的需求 那么必须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来规划 安装大量的基站 这个网络规划和运维也提高了更高的需求和挑战 一个开放的数字化运营平台就至关重要 那么运营商数字化转型 确实需要把电信行业运营运维的专业知识 以及行业知识逐步构建在云化平台上 将智能化和自动化带到网络规划 建设运维优化等各个方面 一方面能够有效的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为消费者提供实时按需可靠的用户体验 同时面向行业用户持续的将行业知识 与ICT数字技术结合起来 与合作伙伴一起使用隔行隔夜的数字化 因为现在我们服务的对象 其实已经都是数字化运营 并且也在有非常好的数字化体验 那我们提供的 不管是设备解决方案提供商 运营商 那么共同就需要跟我们服务的 2C的用户2B的用户 提供比较好的数字化体验 让他们觉得在一个比较好的数字化平台上面 来快速的实现业务 快速的提供服务等等 第二 打造云网边端协同的算力网络 促进算力普惠 加速产业数字化升级 当前全球信息数据总量 曾爆炸式增长 1992年 全人类每天只产生100GB的数据 那么时至今日 全球70亿人口 平均每人每天产生的数据就高达1.5GB 仅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一天能产生64TB的数据 一个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智能世界 正在加速到来 那么单一IT架构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 对算力的合理利用 以不同计算的单元间的协同就变得非常重要 同时多元化场景的应用 尤其随着5G网络的全面建设 那么大大块D实验将推动算力和计算不再局限于数据中心 加速扩展到云 网 边 端 全场景 眼镜为一个泛载的能力 算力就像宽带一样 广泛存在 将成为智能社会新技术设施 如何协同云 边 端的算力 将是产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克力 这就需要将连接加计算的深度融合 算网一体化的算力网络 实现数据 算力 智能之间的高效互联 这对ICT产业而言将是全新的产业机会 通过算力网络带动云网边端的新业务 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好的一些创新的实践 比如借助5G网络的高贷款D实验的优势 将云端强大的计算 存储 渲染能力 复一个本地的终端 各用户带来超强算力 海量存储 安全可控 绿色节能的体验 真正实现算力随身 目前云网端协同已经应用于 个人家庭与企业的各种场景 包括个人娱乐体验 安全办公 在线教育 新媒体营销等 同时面向未来算力网络的技术设施建设 全场景操作系统将不可或缺 目前华为与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了两个操作系统 一个是鸿蒙操作系统 一个是欧拉操作系统 两者已形成开源生态 鸿蒙的应用场景是智能终端 物量网终端和工坠终端 欧拉整面向服务器 边缘计算 云和嵌入式设备 我们希望通过欧拉和鸿蒙操作系统 与产业界共同打造 覆盖所有场景的开源操作系统 实陪更多场景 促进算力和数据流通 早而实现算力普惠 就像水溢电一样出手可得 第三 数字技术助力绿色低碳促进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首先应该是绿色经济 当前碳综合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 那么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 其中 数字化技术将它其中发现重要作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 是我们促进ICT产业自身的低碳发展 二 那么通过我们ICT技术来促进各行各业的低碳发展 以及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和传统能源的数字化 那么首先是促进ICT产业自身低碳发展 我们认为ICT技术的发展 首先要为了产业自身的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华为通过节能技术创新 不断提升ICT产品的能效 最近我们发布了全新的5G AAU 通过新材料创新算法和热解决方案 在不降低覆盖的情况下 功耗降低30% 同时ICT技术也将作为一种死能技术 助力其他行业 这个新能源转机申请 比如通过智慧供卵实现按需供热 那么哈尔滨到外区把平均能耗就降低了12% 中国供卵面积达到130亿平方米 如果全部用上智慧供热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近1620万吨 在数字能源领域 ICT技术在能源领域的结合和应用 可大力推进清洁能源的发展 和传统能源的数字化 比如通过数字化技术改造能源网络 用比特来管理瓦特 用数据流优化能量流 使得能源网络更加智能 可靠绿色高效 那么华为融合数字化技术 以电力电子技术来发展数字能源业务 聚焦清洁发电 交通电动化 绿色ITC技术设施 智能储能等领域 为行业提供低碳 以及零碳的这种能源方案 共同建设绿色智能世界 那么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世界 数字经济已经迎来算力时代 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开拓的产业新机会 那华为秉策开放合作共赢 希望与中国移动 众多合作伙伴一起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 推动绿色滴旦 促进和持续发展 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 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梁董的精彩演讲 向大家稍事休息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金融科技快速发展 数字化程度日渐提升 5G区块链 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等 对实现金融业服务模式创新 促进新技术更好为金融业务服务大有必义 那接下来有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洋先生 为我们带来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业转型的视频演讲 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尊敬的杨洁董事长 董新总经理 尊敬的中国移动各位领导 以及参加中国移动全球伙伴大会的各位嘉宾 大家好 我作为一个金融研究者 应要参加这样一个会感到非常的荣幸 这是应当说在中国顶级 应当全球也是顶级了 那么借助这个机会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 关于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业转型的看法 三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传统金融业转型的关系 我们知道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 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或者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重要的动力 对此习近平总数据也有多有阐述 那关于数字经济 我们知道它是两面 一面就是说对传统的经济数字化 另外一个呢 新涌现出来的大量的数据 要让它产业化 是吧 是这样两个策略 所以数字经济于是就定义为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 这段话呢 实际上是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经济的发展如何依赖这个经济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的深化的 那么这样一个数字经济发展是如何来推动经济不断的优化不断的高级化的呢 那是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解构第二个过程是重组 所谓解构就是要用数字的手段 数字化的手段 把我们传统的经济金融这些行业解构开来 用数字化的方式把它解构开来 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 是吧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做了上述的工作之后 用数字化的方式把它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上重新聚合 形成了新的交易体系 产业链和价值链 是吧 这个过程呢在我们面前每天都在进行 是吧 那么既然是这个样子 既然是一个解构和重组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金融业实际上是一个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 所以对于我们金融业来说 拥抱科技 拥抱数字化是我们必行之路 否则的话就是路一条 第二个看法呢就是 从大家来讨论一下 金融科技啊 发展的几个阶段 以及它的主要特点 金融科技发展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叫一点零时代 这个一点零时代应当说 科技对于金融业还没有那种革命性的 本质性的改变 但是它推动了金融业的一些 在一些领域 特别是在国际化的领域发展 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 它让我们金融业那样一些传统的运行 有了一个新的承载方式 大家注意我说的承载方式 为什么要说这个点呢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听到的是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和这个电子化是两回事 在金融科技发展的一点零时代 只是电子化 只是换了一个载体 那么所以这是一点零 那么二点零时代啊 就当然就深化了 那么金融服务开始数字化 办公电子化自动化自助化 所以我们说二点零时代 应当是金融业进入了自助时代 自助时代最明显的一些 一些表征 比如说HMG CDMG 什么存折啊 账单的打印机 非现金自助终端 叶账金库等等 就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啊 都发生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就进入了3.0时代 应当说我们目前正处在3.0时代的后半期 是吧 那么3.0时代出现了它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 大家知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是 十几年前 开始有了 那么它发展的过程啊 也是取则复杂 有它非常好的方面 但是呢 确实也带了一些新的风险 对啊 那么在3.0时代 应当说最有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就是非金融机构 利用互联网和通讯技术 进入了金融领域 它倒不是 它不会说我是要做金融 但是它能够提供金融服务 而且最早的 它有这样一些非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 就是支付清算 在支付清算的基础上 如果形成了一些资金池啊 形成了一些类似证券的一些产品啊 那么它就是全面的向传统的金融业渗透了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啊 所以大家也都看到这个进程啊 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 有很多那种科技公司 对啊 应当说是凯歌行径 在金融领域 也正是因为我们 反正各种原因了 其中包括我们监管当局 对这个这样一个 正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革命化的进程 认识不足 所以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数字保护的问题 隐私权的这个保护的问题 数字这个产权的滥用问题 还有呢从金融业角度来说 冲击我们传统的金融规范的问题 这些事呢 现在正在 已经受到这个有关部门的重视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整理 信息啊 共享 信息共享 这个现在已经共享到这个面很广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应当说是叫金融业进入了自主时代 这个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 互联网技术了 一种中端的普及 所以网上银行 短信银行 手机银行 微信银行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啊 其实开始出现了金融的泛化 第四个阶段 4.0时代啊 就是说金融业 已经全面的受到了这个金融科技的冲击 并且得到了改造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 现代金融科技的主要要素 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等 这些呢 就进入了这个金融业 而且呢 大数据加这个AI风控和真信 大数据加AI智能头部等等 成为我们金融发展的主流 真主流 所以到现在啊 应当说是 互联网金融无始不在 而且随处可得 随处可得 金融业进入了智能头顾时代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看法 就是关于金融科技发展的这个阶段 第三个看法 也就是最后一个看法呢 就是 既然我们金融科技这么重要 金融科技推动的我们金融业改革 讲到第三和第四阶段的时候 大家已经能够听得出 传统金融业不能那样干了 对吧 那么于是呢 金融科技就会成为主导 我们传统金融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技术力量 我们要让它规范发展 我用这个basic这样一个词 概括了金融科技的五个要素 我们这样一个概括 主要是想向大家说 金融科技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它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以及你已经做了什么 和未来将要做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看 这个B就是区块链了 我这里面想强调 区块链现在被大家 到处弹 也许会被到处用 但是对于我们金融面来说 区块链的发展 就是为了 获得一种信任的机制 我们传统上 至少经过两个阶段 在原始一种阶段 我们的信任就是 人与人的信任 靠人与人的关系 靠亲属 靠同学和朋友 当然不太容易靠得住 而且范围非常小 工业化实在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大企业 然后就靠的是专业化的信息 收集分析处理机构 然后目的公司 标普公司 这样里面去做 甚至包括像我们中国移动 这样去做 但是也靠不住 也靠不住 它也有范围的问题 也有它会作假的问题 对吧 我们知道本世纪 在华尔街上就出现了一起 丑恶的信息造假的事件 对吧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金融业是一个 是一个信任经济 对吧 解决这个问题 就引进这个区块链 区块链实际上是 重构信任机制 排除人的影响 排除那些人为的影响 让你不能够更改 对吧 让你都有记录 在这个技术上 那么提高信息啊 共享效率 这是A 这是B 然后人工智能呢 它三大要素 数据 算法 和算力 大家知道数据 中国应当说是还可以的 但是呢 存在着数据 孤岛的问题 因为部门分割 那么我们的算法呢 因为算法 基本上是一个科学层面的事情 中国的科学的发展 是有些问题的 对吧 所以算法我们在世界上 不算先进 算力 应当说是还可以 总之啊 在金融 人工智能这方面呢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啊 要引头赶上 安全技术 要使用生物识别加密技术等等 要提高封控的效率 这个大家一定能够敏锐地感觉到 有一段时间 在没有监控 监管 没有这个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 一些生物识别技术 到处在使用 甚至是泛滥 对于隐私的问题 对于安全的问题 考虑不多 这段时间呢 六方部门啊 实际上是在追行 下着监管 使它进入啊 一个安全的 科学的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要素在互联 我们用互联一个词啊 概括了两个互联 两个侧面 一个是移动互联 一个是物联 那么移动互联物联 共同发展 并且协同发展之后啊 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充分估计 它的前景的一种情况 就是万物互联 并在此基础上 人人金融 所以到时候 这个金融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不是少数机构的专利 它会成为一个 人人都在参与其中的一个过程 对这点我们做金融研究的 是高度的在关注 是不是金融因子就消灭了 还是会发展出一种 什么新的形态 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 最后呢大数据和云计算 我们要有大数据 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云计算 是为了降低信息处理成本 提高信息处理效率 总之啊这个 这个是金融科技健康成长的 这个几个要素 这几个要素 必须正确的 规范的 科学的 而且以人为本的使用 我相信啊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们整个的金融业 我们整个的经济 都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习主席所说的 我们素质经济引领 金融科技引领 我们会在下一个百年中啊 一定会创造出 与我们中华民族啊 这个五千年历史相匹配的 伟大的成就 谢谢各位 好 再次感谢李扬理事长 在人工智能 5G算力网络 数字化生产力等 新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特别是目前在疫情 反复的影响下 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组成单元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承载了丰富的生活场景和需求 AI加5G算力网络 让人们对于智慧家庭的 美好生活向往触手可及 那么接下来 有请科大讯飞董事长 刘庆枫先生 为大家带来 人工智能 助力智慧家庭新时代的 主题演讲 有请刘董 最近的董青总 佟青总 蒋青总 大村总 还有各位领导和企业家 各位来宾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人工智能对新的那些进展 以及在智慧家庭中 我们跟中国移动 已经做了工作 和下一步的一些设想 那应该说人工智能 现在无论产业界还是科技界 其实我们共同面临着 两个时代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 人工智能3.0的红利 如何快速兑现 如何迅速地改变当前社会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 这个改变呢 已经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看到 非常清晰的应用场景 可以用统计数据证明的应用成效 应该说在十四五来自未来 一段时间内 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冲击最大改变最大提升最多的 就是人工智能 其次还有人工智能未来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 往通用人工智能 还有哪些最前站的工作要做 那我这里念了一个简单的 在过去这个十年左右 也就是其实从中国移动 九年前2012年第一次 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以来 取得的一些非常突出的进展 那么科大学们因为创业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提出要让极其像人一样 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 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 也是在2012年那一次的 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 宣布了中移动成为科大熏飞的 单一最大股东 也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让语音合成 超过了真人说话水平 不仅是中文也包括英文和多语种 已经开始给中央电视台 创新中国的栏目进行配音 模仿已故配音大师李易老师的声音 配了六期节目叫创新中国 唯妙唯肖 今天如果播音员是五分 我们普通人讲话是四分 机器已经平均做到4.5分以上 机器的语音识别 像今天这样一个会议的现场 这种噪音和大家的口音情况 前面所有嘉宾到目前为止 每个人语音识别的准确率 都可以做到95%以上 甚至到97% 我们的训飞输入法 每天有上亿人在使用 平均准确率98%以上 超过了最好的人类数纪元 机器翻译到什么程度了 国家外文区和人设部有 国家翻译师资格考试 叫卡提考试 三级是可以当同船 二级是高水平场合的同船 一级是综合认证不是考试的 机器已经通过了二级 让机器参加国家大学六级的英语考试 其中有15分翻译题 机器跟大学考试一起去做 提前一个礼拜封存在考场 不准联网 公证机关全程公证 机器超过了99%的大学六级考试 那么机器现在已经 它的认知智能的进展 已经在国际最权威的认知大赛 SQUID中超过了人类平均水平 十万篇文章 人看了以后提问题 机器看了以后回答人类提的问题 旁边也找人类作为参照 也回答问题 机器超过了人类平均水平了 因此 机器甚至在改高考作文上 已经比人还准 这个比夏威奇更难 去年是九个省 今年已经十二个省的高考语文作文 机器改的比人还准 在雅师的英语作文中全球 我们也独家 英语的口语和作为雅师的超过了人类水平 所以机器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进展 从感知到认知 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我们说今天人工人改变世界的时间也到来了 但在下一代呢 还要不断地往无监督训练 怎么用更少的数据 更少的标记 可以学到更好的效果 多元信息融合 怎么把人点 嘴形 动作 语音 甚至心跳脉搏 全部联动起来 进行相关的识别 比如说在汽车领域中的高照音环境下 我的声源定位 唤醒不用做 只要一看你嘴巴动 马上就开始启动语音识别 类似这样的一些多元信息融合的过程 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以及人机协同的进化等等 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2002年前 19年的10月份 我们的一批企业 8家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 大家关系说 列入之后 我们的核心技术到底怎么样了 那么我给大家报告 跟语音相关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无监督技术中的进展 因为语音 下一步是万物互联时代的关键入口 所有的手机智能穿载设备或者智能家具 如果出口 没有语音交互和语音助手 没有语音输入法 基本上就没法出口 是一个典型的卡簸子工程 那么我们被列入实体清单以后 因为我们在无监督技术上的选择 选择进步 可以使得原来要一万小时才能训练 一个语种的语音识别和翻译 现在一百小时就可以 所以迅速的我们做了六十个语种的 全球的语音识别翻译和合成 其中三十三个语种已经超过谷歌了 包括英语 法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日语韩语等等 这些国际上最通用的语言 所以我们像华为手机等等 我们在欧洲发布的时候 P40手机我们测试效果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都远超原来的 这个苹果手机和谷歌提供的原来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使得我们在多一种情况 已经彻底解决了卡簸子问题 那么图像识别也在很多领域刷新的记录 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小数量就是复杂公式 在高考的机器阅卷中间的那些复杂公式 原来数据量是极小的 现在机器也突破了原来的门槛和瓶颈 所以正是因为这些技术的进展 今年5月28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 再次提到中国的语音识别全球领先 并且明确这个告诉大家 人工智能时代开始到来 人类正进入到一个人机物万物融合的 万物智能互联时代 而这个万物智能互联显然前端要能听回说 因为很多设备没有屏幕了 很多设备离我们一两米之外来进行沟通 以今天的人口老年化的速度 大家知道第七人口普查出来 人口老年化显著加大 出生率又这么低 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合作伙伴 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 如果没有人工智能陪伴进入家庭 我们的晚年生活将会很难有幸福而言 所以今天这个人机物万物之后 可机器人家庭 怎么可能每一次都用手去触摸它 去键盘操作 一定是人跟人一样的交流 所以以语音为主 以触摸键盘为辅的人机交互时代正在到来 而这个领域中我们中国应该在全球 从核心系统和产业应用上 我们已经不光不被卡脖子 其实是走在全球的前列 那因此 明年要召开的北京冬奥会和冬长奥会 将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信息沟通无障碍的奥运会 设了自动语音转换和翻译的供应商 那科大西未有性成为独家供应商 那么除了这些语音应用之外 现在应该是要说 刚才杨洁东上也提了 叫多维信息多模信息的相互融合和识别 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把语音的识别和人脸识别 和整个动画设计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这样一个脸型 我们可以挑我们喜欢的这个容貌 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眉眼鼻子准心 然后可以挑我们喜欢的声音的特点 它不光做出来是一张图 它马上就可以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虚拟主播 我给大家看一个动画 您好 欢迎来到2021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我是您打造的虚拟人艾佳 来自广州 云吞面和打羽毛球是我的最爱 和我一起畅游2021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吧 大家看到就是现场生成的 一分钟之内生成一个你要的虚拟主播 你马上可以改变他的眉眼 他的鼻子和他的容貌 他立刻又重新给你生成 那么将来我们当然在家里可以听女朋友的声音 给自己读书读报 听自己的子女和孙子的声音 给自己每天讲故事跟自己聊天 这些虚拟主播也就是大家知道 刚刚18号10月18号 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数字经济的集体学习 总数据亲自参加 10月20号 广电总局发布了要大力发展虚拟主持人的 这样一个专门的文件 那这种虚拟主播 我们认为在未来 无论是数字经济 还是大家在争论现在很多的元宇宙 其实虚拟人的交互 已经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不再是原来的单独的语音交互了 它需要以情感贯穿 把音色语气表情嘴心眼神动作 甚至音频和环境等个融合起来 核心是要多么感知 从语音的到视频的到人脸的到动作的 全部感知甚至心跳脉搏血压等等 同步感知 多为表达 不光是一个单一的视频 人脸或者是语音 是要串在一起 是一个立体的像真人一样的表达 然后要用情感来贯穿 每个人可以自主定义 所以我们刚刚在1020全球开发者节上 发布了讯飞虚拟人交互平台的1.0 也是行业首次定义 什么是真正未来的虚拟人交互平台 那么在这中间 我们纪念的寻声计划 这个平台发布的同时 已经有将近5000人 提供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声音 来共享和共创 也已经有了54位虚拟人家族 我们相信它在进一步丰富 这就是未来的虚拟人交互平台 但除了刚才讲的交互之外 后台的理解和认知 也在不断的进步 在2017年新一代 人工智能规划出台的同时 设了四大国家开放平台 然后又专门在科大新闻设了 认知智能的国家重点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 治安语言理解上 SKUID的比赛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是史丹佛大学牵头的 十万篇英文文章 人看了以后提问题 机器来回答人类提的问题 一定要懂得它才能回答 这个跟聊天机型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必须真道真相的理解和听懂 在这个技术上 今年又在多部推理上 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可以多个篇章的内容相互关联 两部以上的推理 叫HotPod的科威 我们也拿了全球第一名 另外呢 国际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 在去年首次开始 开放了一个比赛 是教育领域的认知挑战 什么意思呢 给你一些题目和卷子 它要你预判这些学生会选哪个答案 要你评估这个卷子的质量 然后推荐孩子要学的个性化内容 大家知道吗 我们统计了三十五一次 孩子在家里作业 百分之五十是无效和低效作业 那么我们拿了全球第一 配合相关的结果 在双减背景下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把孩子同样在家里 学同样一个知识点 训练的体量降低百分之五十以上 就是这些核心技术不断的进步 大家知道双减给我们 带来了很一个是国家的移民角色 另外一个现在在落地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大家在探索的地方 第一如何又减负 学习成绩还得提高 我们在很多包括教育 教育部的音参师教的示范区之一 在青岛的西海岸区 做了一年高考大学率提升百分之四十多 清华北大翻翻 但是孩子们学习点比原来更少了 有更多的时间 他不是刷题得来的 更多的时间他去做 启发式学习 做体育锻炼 做这个艺术创造等等 就是因为 只有通过人工智能 把无效低效的作业省掉 才能够又减负又增效 老师四点半 三点半之后 还得在学校 达到六点多才回去 他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 还有家里的劳务工作 要照顾家庭 怎么办 用人工智能把改作业实验和备科实验的效率提升 让他还能够幸福的从事教授这个岗位 长期坚持下去 不准考试了怎么办 大家都很焦虑 我孩子学的到底怎么样 现在用人工智能过程化评价 比考试评的还要准 高一下学期 我得到了你的过程数据 高二第一大学 你不用考 我就知道你能考多少分 这个技术我们在全球已经是第一名摇摇领先 所以包括医疗 让机器学习了53本医学博士要学的教科书和200万医学论文之后 机器在大量的医学案例验证下 在全球首次通过了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 大家知道吗 这个考试 中国大概有1000万医生从业人员 有全科医生证只有30万人左右 每年参加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 只有一半的医生能通过 满分600分 分路线是360 机器超过了96.3%的医生 现在已经当全科医生在全国200多个县区开始使用 仅安徽为例 用了三年了 安徽基层医生的合理诊断度 从70分提到80分 就他自己的判断 因为他每看一个病 我的系统都是一个全科医生的会诊医生 在后台 他看的对就当我不存在 一旦看的有问题 我就弹窗提醒他 你认为高血压 我为什么我认为是脑梗 原因是什么什么 建议你再看一看 就这一步 把安徽医生的合理诊断度 从70分提到90几分了 而医生自己的初始诊断能力 从70分提到80分 过去一年 我们修订了97万患者的手诊的决定 也就是医生第一诊断 经过我们提醒 他修改了97万人 把多少人 从可能的漏诊和物种中拯救出来 这件事情已经形成常态化 全量化的制度学习和进化的机制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啊 所以因为这些技术进展 我们跟中国移动 有全方位的合作 智慧家庭 已经累计覆盖了1.9亿的家庭用户 智能客服 已经介入了5000多位的化物员 关键是不光介入化物员 服务质量更好 电话回访的销售达成率 提升了186% 智能应答 这个视频采明等等 都有了非常好的成效 视频采明就3000多万用户了 最近验证的AI捷能 也在智能系统上 智能效率达到了40% 这对我们50多万的基带 是有巨大的意义的 那我们给中国移动舰的 人工智能的云平台 刚才这个 董信仲和杨介统都提到了 5G 还有计算能力 还有智慧中台 这个智慧中台 顺序参与打造的 人工智能智慧中台 已经累计掉一样 超过了58亿次了 那我们也跟曾奇一起 开始给我们的 200多万的开发者进行赋能 这都是实名认证的开发者 那么今天我还想 花几分钟说一下 关于智慧家庭的这件事情 因为智慧家庭 我们电视客观上 在每个家里是存在的 针对中国最典型的 一老一小的问题 老年人视力问题 使用习惯操作能力的问题 他用APP不方便 可是用电视更顺畅 孩子们的视力保护问题 通过语音交互 极大的可以提升 我们在家庭 这个大屏上的使用 而且把大量的移动互联网用 如果移到电视大屏上 会极大的提升 我们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不仅仅是操作方面 整个家庭的亲情的场景 会重新汇聚起来 现在每个人都单独玩一个手机 家里的亲情 和原来要有的快乐 已经没有了 大屏 我想中国移动还 承载着大屏 带动整个幸福中国 未来更好的家庭氛围 现在我们已经激活了五千多万用户 去年使用量每天 已经达到六千多万次 比去年翻了一番 人均交互也提升了很多 而不直接大幅提升 所以这些都是 现在已经取得的 语音交互的成果 但是我们相信下一步 不仅是语音交互 还有大量的 这个全新的空间 通过大屏 对整个家庭的控制中心打造 联动所有硬件 通过我们的大屏 可以把更多的服务场景 在家庭呈现 从我刚才讲的教育 医疗 包括养老 等等越来越多 都可以在家庭大屏中 来呈现 来提供服务 包括娱乐等等 所以打造 以大屏为核心的 智慧家庭解决方案 持续丰富 教育健康 生活等场景 实际已经成熟了 而且中国移动 占据了行业的风口浪尖之上 形成了很难得的底座平台 一天九亿的软件 已经布下去了 一千多万的家庭 已经激活了 那么在这过程中呢 科大训飞呢 在过去一年 我们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的 开发者数量 从一百五十七万 涨到了两百六十五万 一年增加了一百零八万 相当于每个月增加 九万开发者团队 是实名认证的团队 刚刚召开的 1022世全球开发者节 我们有两万多队伍 参加了科大训飞的开发者大赛 包括了很多赛道 我们也把家庭这个赛道 开放出来了 将来不仅是 科大训飞跟中国移动 来做家庭的大平中的各种 生动有趣的应用 也把它开放给更多的创业者 有的场景让创业者做 创业者做 还有很多是创业者 自己的创意汇聚过来 我们共同形成一个 围绕着更智能化的大平的 全新的生态 来给各行业富人 我想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那我们希望 在中移动的带领下 在移动的大平台下 共同带动整个家庭大平生态的 全新的繁荣 那么其实今天人工智能 已经开始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触手可及 那么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 还可以陪伴我们 还在不断地更懂我们 我给大家再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学习经历的 非常短的一个片段 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视频没有播啊 这个学习记就是精准地 根据你孩子的学习能力 你是80分 你不要学100分的孩子 学85分的孩子 做对 而你做错的题目 进步最快 人工智能可以精准做分析 基于人工智能自动的分析 这个iFLAG的机器人 不仅有九段能力 他跟你对异的时候 你的水平高他就高 你低他就低 你是一级 他就是一级加一点点 这样跟孩子在学校就能对异 就能陪伴他学习和成长 你在家里 老人在家里 他知道你喜欢谁的声音 他给你用最年轻的声音 给你播报 给你对话交流 防止老年时代症 的发作 拖延你的这个埃斯海默症 最终的发作时间 然后提高大家的幸福感等等 一定是让人工智能 变得更懂你 让整个家庭更有温度 我想克拉逊飞的使命 和我们的梦想之一 就是未来要让每个人 都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之上 每个家庭都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之上 而最好的载体 就是我们今天跟中移动 共同打造的家庭这个大屏的入口 我们期待着用人工智能 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也期待着跟今天到场的 还有线上的各位战略伙伴一到 在中移动的大平台上 共同繁荣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刘总的精彩演讲 请到台下稍事休息 谢谢 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 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改变了信息的 生产和传播方式 数字时代下媒体融合 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呢 下面我们有请传播内容认知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人民网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裁叶真真先生 为我们带来数字时代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视频演讲 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定大屏幕 尊敬的杨洁董事长 董星总经理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盛会 首先我仅代表人民网 向中国移动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10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进行了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建设高速泛载 天地一体 云网融合 智能敏捷 绿色低碳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 中和性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我们看到 今天在座的各位 都是依托这个信息大动脉 积极开展 产业化 规模化应用的实践者 创造者 借此机会 分享一下人民网的实践和认识 第一 数据既是新生产要素 也是治国理政资源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 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 竞相开发的战略性资源 源源不断产生的各种数据 不断催生了大数据产业 也创新了社会治理和公共决策机制 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 四年前我们提出一个观点 数据已经跟枪杆子笔杆子一样 成为重要的执政资源 数据对于个体 企事业单位而言 除了资源属性 同时还具有资产属性 乃至资本属性 对于国家而言 又具有公共属性 因此我们认为 党和国家 需加强对数据行业的管理 促进数据行业健康规范 持续发展 那么管什么呢 第一 管方向 数据科技和产业发展 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服务于改善民生 服务于风险的感知和防范 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 管规则 要完善立法 关于数据权利的界定 哪些数据归谁所有 哪些数据谁有处置权 使用权 管理权 都需要通过法律来进行界定 实现法管数据 第三 管开放 既要破除资本垄断数据 也要破除行政数据壁垒 只有开放共享 才能助推发展 赢得未来 第四 管安全 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 两件大事 确保数据收集 存储 使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 删除等全链条 都与安全目标相统一 有效保护国家 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 那么第五 要管人才 要建立起一套人才激励 和人才培养体系 使人才能为国家所用 真正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 来规划数据行业的发展 那么第二个大点呢 制算未来 共同锻造国之重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签注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型举国体制优越性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提高数字技术 基础研发能力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2019年11月 科技部批准人民日报社主管 依托人民网建设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名称为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主要围绕三个方向 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也就是主流价值观算法 内容智能审核 以及基于内容传播的网络空间治理 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 在推动人工智能 在传播内容认知领域的突破和创新 努力探索智能计算设施 在内容传播领域的应用 我想这方面应该将来跟中国移动 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那么我们实验室已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天津大学 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 开展了深度合作 目前已经确立实施19项自主课题 7项开放课题 承接了若干个国家级的重大研发和研究项目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传播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将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国之重器 那么第三个大部分跟大家分享 深化内容科技合作 推动实事务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作为党网 网上的人民日报 人民网始终把守护好人民的心 作为职责使命 团结人心 凝聚人心 鼓舞人心 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截至到今年六月底 人民网各渠道 直接覆盖用户超过五点六亿 中国移动是人民日报 人民网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近年来 双方深度合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举几个例子 我们合作推送疫情手机报 每天覆盖1.8亿用户 人民网与中国移动 咪咕动漫联合出品了百年党剑系列动画 名字叫奇迹有密码 每一集都是全网推送 另外我们联合教育部开展了全国大学生 同上一堂疫情防控的施政大课 这是一场线上直播的施政大课 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五千万 这是单场观看的人数 就是一场活动 基于中国移动的视频采灵能力 我们还共同策划了大道刊庄 视频采灵专题活动 讲述了各地全面决胜小康的脱贫故事 十四五的新增程上 我们愿意不断扩大合作成果 升级合作机制 更好的为党尽责 为民尽心 为国尽力 建议在三个方面 希望能够跟中国移动开展深度合作 一是开展大数据深度合作 充分发挥双方数据资源优势 推进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 重点推进面向各级政府的大数据治理业务 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数据业务 二是开展5G业务的先导性合作 双方共同推进5G相关新业务 为服务名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赋能 比如以5G消息为抓手 建设便民服务平台 推进内容聚合分发网络等等 第三是开展算力网络战略性合作 充分发挥中国移动的云网融合能力 和人民网的资源优势 连接优势 面向内容行业提供智能化的算力服务 为内容生态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数级万物制算未来 祝愿中国移动在打造党和国家 最可信赖的网信事业大国重器道路上 行稳致远 也祝愿我们双方的合作 不断取得分硕成果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叶先生 湖南广电与中国移动牵手合作 已经超过了十年 实现了内容和业务的深度合作 在未来 如何迎接数智时代带来的 新机遇和新挑战呢 接下来有请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董事长 芒果超媒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华丽先生 为大家带来 让文化与科技共情共生的演讲 有请张董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官方给我十分钟 我争取八分钟练完 去年九月 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 在马南山食品文创园考察时指出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 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 延伸了文化产业链 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 使遭阳产业大有前途 中国移动作为一家卓越的国有科技公司 湖南广电作为一家地方国有文化企业 我们挠记总书记嘱托 以芒果操煤的合作为契机 共同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全新样本 让内容与科技紧密结合 共情共生 数级万物 万物皆媒 媒介的演变历史 就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史 也是我们媒体行业和通信行业之间 约走约近的婚恋史 算起来我们和中国移动牵手已经十年 从最初的节目和业态层面的简单的表白 到全面推进内容制作 流量运营 资本赋能等深度拥抱 实现了全国移动大屏 5G权益超市 综艺新IP等多个新业务形态的 孕育和诞生 今天 我们又将同心同行 共创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迎接数字时代 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这个新的挑战 既考验着我们对新技术场景 所带来的想象力和敏感度 又考验 数字孪生虚拟世界所秉承的基本道德原则 毫无疑问 科技的人性温度 必将成为当今时代的最浓烈的文化特征 最近两个月 湖南广电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内容生机变革 这场变革 一方面 是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文艺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决策部署 另一方面 也是我们主动适应 内容产业快速发展的受制化趋势 积极探索 创造新的文艺范式 当然最后 这也是我们自身内容进化逻辑的一种必然选择 这场变革 是我们坚守党媒国企使命担当的责任所在 2020年到2021年 湖南广电推出了 脱贫攻坚三部曲 和今年的迎接百年交响乐 作为一个省级媒体集团 我们在主旋律宣传上的投入 直接投入 就达到了24个亿 我们也通过新技术 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图 让党旗永远飘扬在冲锋路上 这场变革 是我们坚信科技力量和匠人精神结合的价值所向 面向新技术风口 芒果操媒与中国移动 共同创建了联合实验室 推动媒体产品的形态创新 我们就在上周在海口收官的 芒果TV的综艺 披荆咱几的哥哥 创造了迄今为止 是长视频综艺舞台最复杂的新技术应用 成功地将5G VR直播技术 应用在家族诞生业中 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在节目创制过程中 回顾历史 湖南广电的每一轮改革创新 始终保持着长视频手艺人 对内容创新的积极追求 我们深信 只有永远怀抱 对视频艺术追求的粗心和传承 我们才会让新的技术 才会摒弃掉冰冷的中立态度 让科技成为黑夜里的篝火 照亮离我 这场变革 是我们坚定建设主流新媒体集团的 战略所趋 2020年 湖南广电提出了 建设主流新媒体集团的战略构想 我们将其视为新型主流媒体的分行探索 湖南广电主流新媒体集团的全新建设地图 以做强主流宣传为最重要的使命 以芒果TV 以芒果操媒 电广传媒为自主可控的国有资本引擎 以芒果TV 小忙电商 锋芒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为主阵地 与湖南卫视一起 构筹形成了长视频 短视频 音频 电影 内容电商 文旅加投资等六大类主要业务的内容产业集团 打造这个新的生态体系 我们将不断强化新技术的浮化和助力 以国家广电总局5G重点实验室为基座 探索 搭建芒果的原宇宙平台 全面开始参与 未来传播形态的竞争 为可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保障 就在一个月前 芒果油铝粗掌成 湖南卫视推出了数字主持人小样 这个虚拟主持人就是我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成果 将在后续节目应用场景中进行人格化培养 让他不断地叠化进化 帮助他成长为可亲可爱的林家小妹 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小样 小样将会成为我们的新一代的主持人 将加入到升级改版后的快乐大本营的主持家族 那么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虚拟主持人很多很多 但是事实上都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娱乐层面 那么小样将成为真正的在大众传播平台 进入到一个传播家族的第一个虚拟主持人 有情有义是真科技 没资没味是假内容 未来新技术还将进一步深度改写媒体和内容行业 但我相信 人文情怀 社会关切 价值标准 这些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数 也将注入情感计算的底层 成为不可更改的原始代码 未来我们期待继续 与中国移动深化集团层面的战略合作 打通全产业链上的资源协同 构建媒体 素质 素质生态 我们也期待和欢迎与在座的各位伙伴们 建练携手 共享共赢 回首这十年 我们与中国移动一起直面行业巨变 跨越市场周期 应对各种挑战 压力和困难 我相信 正是我们内心不灭的光亮 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让我们志同道合彼此成就 最后借这个机会 我要致敬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的这十年 更要期许我们的下一个未知的十年 让我们一起让内容向善 让科技温柔 一起来打造迎接中国文语领域的又一个春天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张董的精彩演讲请到台下 稍事休息 谢谢 通信网络的发展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即使相隔万里也能实时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 接下来有请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尼克麦基峰教授 以视频方式为大家介绍网络及数据中心演进 带来的巨大变革 麦基峰教授是想于世界的互联网领域专家 他于2013年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软件自定义网络芯片 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麦基峰教授的演讲 Hello, this is Nick McKeown here I know many of you from my time as a professo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rough the startups that I created including Nasira and Barefoot Networks I now have the great pleasure of being the SVP and GM of Intel's new Network and Edge Business Group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to the CMCC Partnership Conference and I'm very sorry that I can't be there in person Intel put the silic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we're very proud to carry on the tradition of innovation and world-changin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he entire world is becoming digital and semiconductors are really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that powers that innovation the world needs an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 amount of compute we can push forward with innovation discovery and disruption by harnessing what our CEO Pat Gelsinger calls the four superpowers and those four superpowers are ubiquitous computing everything that we interact with involves computer technology cloud-to-edge infrastructure immense amounts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rvers in cloud data centers demanding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s on the planet while needing to be under full software control and out towards the edge the networking is moving to software as well to allow new services to be introduced super fast at the speed of software all the way out to the edge the third is pervasive community connectivity where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and finally the fourth is AI intelligence everywhere making sense of this infinite amount of data that we're producing so each is impressive on its own but together these superpowers they reinforce and amplify one another to help our customers capitalize on the fastest growing opportunities I joined Intel to work for Pat Gelsinger to build on these superpowers and to grow Intel'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networking and at the edge so if we look across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these superpowers are fundamentally changing how we design and operate networks and how we deliver network services a collective opportunity has never been as large as it is today this industry is setting the course for a new era of innovation in network transformations so let's consider where we've come from we've worked hand in hand with you for the last decade first on the transition to NFE and now on the shift to cloud native as we head into the era of 5G and the edge implementing cloud-like architecture is key it brings us the same server economics that transformed the data center our collective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s as an ecosystem have helped our customers deploy a software defined agile and scalable infrastructure from core to access and out to the edge and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supports the rollout of 5G and edge building it out to the edge the journey started in the core network where we've seen tremendous adoption of virtualization hardware virtualized functions with more than half of them now running on standard off-the-shelf servers massive tailwinds behind network transformation in 5G is going to grow this segment to more than 80% by 2024 and now we're embarking on the same journey for the access network too we're seeing the rise of the intelligence edge where it's forecasted that more than 75% of all the data that we generate is going to come from outside of data centers this is going to unlock value for both consumers and enterprises alike we've already seen great traction for the initial rollout of 5G the numbers are staggering more than 180 commercial 5G deployments in 72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429 million 5G connections representing 7.5% of total worldwide conn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coverage for 15%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5G is simply an economic growth engine from its ability to improve fixed and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to its support for more immersive experiences on our mobile devices so now we're ente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5G and nowhere is this economic potential more relevant than in the enterprise KPMG estimates that there's 4.3 trillion US dollars in industry value that's waiting to be unlocked by 5G an 8% increase in revenu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particularly this is going to be in the area of manufacturing, retai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ealthcare manufacturing and retail will probably be the biggest winners to start with but in terms of growth we expect that ICT, media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s are going to take the most advantage of 5G 5G is going to transform the enterprise with its high capacity its greater reliability, lower latency, high bandwidth connections and very careful control and as you know very well 5G is already seeing rapid growth with early consumers increasing their data consumption by about 280% compared to 4G and as we look out at how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s evolving there are several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s underway that we will all need to carefully navigate together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first and most obviously AI is everywhere and it's being stitched into every single business process every solution, every platform must incorporate and be optimized for AI workloads 5G of course is driving change across the network and edge not only is it driving a new area of innovation in mobile devices it's also creating a big commercial opportunity at the edge with industry 4.0, smart cities and so on platforms are being horizontalized this transformation began in the cloud with hyperscalers converging workloads on virtualized computing platforms the same transformation is happening now across the network from the cloud to th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 and out to the edge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ll about software everywhere across th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we're moving fixed function workloads up and out of hardware and into software software means it can evolve much faster and you can improve it for yourselves no chip designer ever ran a large network you run a large network at huge scale by running your network in software you can make it more reliable more secure and more scalable only you know how to do that best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tools that you need to let you keep adding innovative new features to your network in software our job is clear and we're delighted to partner with you so that you can develop new software for your network finally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have entered the era of heterogeneous compute in order to gain the next level of performance and economies of scale with heterogeneous compute comes new platform definitions including proliferation of accelerators like GPUs AI accelerators and disaggregated composable systems the IPU allows cloud operators to separate and protect the infrastructure software that controls their data center and protect it from the tenant workloads running on the servers that they rent out the IPU is going t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at the edge as well it's going to help secure workloads and to accelerate new functions and we're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on CFN the computing force network right now it's in three smaller areas but we expect this to grow over time P4 end-to-end programmable network something that we believe in very strongly SRV6 extension based routing and in-network computing functions as we put more computing functions into the network things like switch ML to accelerate machine learning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more of this over time so keeping in mind what I've covered in my talk our success as an industry really depends on collaboration across a broader ecosystem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we believe Intel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convene this evolving 5G ecosystem we're bringing together leaders and innovators across telecom cloud IoT and the enterprise to define new 5G solutions open source software with big believers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open APIs and standards based technologies we've worked with the industry over the last decade to transition workloads onto general purpose servers running on Xeon and we help define standards by taking leadership roles in a breadth of standards bodies and communities to shape the future of connectivity and the edge and we've fostered a thriving ecosystem Intel Network Builders is a proven ecosystem of over 400 network software and solution providers that has optimized on Intel technology for the last decade with thousands of tested real-world implementations Intel and China Mobile have built a long-term partnership over several decades together our companies dro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mpowered ecosystems across network edge and cloud a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5G China Mobile is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new 5G ecosystem all across China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you to accelerate 5G adoption and to deliver on the shared vision that we all see ahead of us thank you so much 好 再次感谢尼克麦基翁先生 中兴通讯与中国移动协同产业和生态伙伴 紧密合作 共同创下多个5G家行业示范先河 在未来中兴又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举措呢 下面有请中兴通讯股份有先公司 执行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王喜瑜先生 做网随树洞智算由心主题演讲 欢迎王总 尊敬的董新总 尊敬的中国移动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嘉宾 在过去的两年多来 在中国移动等头部企业的引领之下 中国无论是网5G的新基建 还是产业数字化的新动能全走在世界的前列 而且随着政策 产业和技术的共振 这种领先的趋势更加深化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如何从变局中开新局 如何在开局就开好新局 如何快速的敏捷的建设好 智智化的综合型的数字信息技术设施 我想不仅是我们所有的行业合作伙伴 也需要全体社会的写数共建 今天我有幸在这里分享中心通讯 在这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思考 网随速动智算由心 是我们对数字云网未来的展望 其实在过去的三年的新基建之上 5G赋能新动能的整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数字云生 强交互分布式实时性等等 包括一国计算等等 全对我们今天的网络和算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也是我们全体同仁 共同努力在TSN 或切片 数字网络 民网融合 算力网络等方面 达成了我们可以努力的 技术的眼见的方向 并因此可以最终去实现 算力无处不在 网络无所不达 智能无所不及的目标 我想 愿进有共识 更重要的是如何突破核心路径上的关键瓶颈 啃下硬骨头 我想 无论AR应用如何的宣编独主 归根结底 还是要聚焦 底参原动力 其实我们认为 任何的信息系统 其实都可以抽象为 计算 存储 连接 编排等四个核心引擎 引擎 我们也认为 所有的信息基础设施的革命性的创新和突破 都依赖于这四个核心引擎的突破 那么我想 只有这四个核心引擎 从它单个领域向众生求极限 也只有这四个核心引擎有效的协同 才可能实现未来我们的 树网新型技术设施 才有可能实现ABCDNAS的贯通 我想 今天我的这里想说 肯德的第一个硬骨头 是如何处理 算力 也就是通用计算 和定制计算的辩证关系 那么 从D-CAPS D-OPEX的角度 我们需要通用计算 但是从高性能 高效率的角度 我们需要定制计算 具体的场景有 比如 针对高通量低实验 包括大存储的场景 需要有专门的软硬件协同来保证性能 也需要有专门为数据转发的DPU芯片 来实现低成本 高性能的转发 那么我们也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去架构 比如说GPU浮点运算 比如说GPU标料运算 来实现高效的实现我们的视频渲染 视频加速和高性能的AI计算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通过领域定制的芯片架构 去创新的实现不同的算力的组合 并因此去适应 匹配不同场景的应用要求 我想说的第二个硬骨头 要啃的是 高效的分布式存储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冷数据和热数据的变占关系 冷数据需要低功耗低成本 甚至它需要永久的可靠保存 而热数据需要高吞吐料低食盐 与此同时联邦学习区块链等等 需要不同节点之间的联合计算 所有这些其实都让我们的存储 这个硬骨头面临新的挑战 需要大容量低食盐 低成本和高编发等等 那么解决这个存储的难题 我们需要采用新的介质 为介质开发的新的硬件加速 在新的硬件加速上 我们需要开发有新的系统转发通道 那么我们也需要针对不同的介质 有分级的集群式的存储 那么新的存储 也需要类嵌不同的数据库 不同类嵌不同的AI能力和安全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持我刚才说的冷数 分布式数据的辨证共存 才能够支持创新的数据服务 我想说的第三个要啃的硬骨头是 是传统网络和传统的尽力而为的网络 和今天新动能要求的确定性网络之间 如何辨证的共存 传统网络是尽力而为的 而今天的新动能要求你是确定性的 那么如何在保证保留传统网络的存料投资的前提之下 我们认为对于骨干网需要采用全光的互联 并且是需要RIP加光协同的网络 这样既能够提供高吞吐量低食言 同时也能满足不同用户的即时调度和插分服务 那么在接入层面 为了保证提供无处不在的数字引擎 需要提供内在的应用感知 内在的算力感知能力 与此同时也需要将传统的算网静态协同 需要走向算网的自主动态协同 我想说的第四个要啃的硬骨头是 那么多供应商 多供应多样性的格局 和极致的统一的编排的服务 这个辩证的问题如何解决 那么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使命是 数字化服务多样的算力 泛在的连接和丰富的数据与安全的能力 但是它叠加了不同的地理位置 有多设备厂商 有不同的专业领域和多云环境 如此复杂的系统 如此多样化的供应 我们最终却需要为用户 提供最简单的服务入口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运维人员 运维人员提供自动的编排和调度等等 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是 离不开算网能高阶编排大佬 高阶大佬需要采用统一的原子能力 API管控 对下要封装不同厂家 不同云能力 不同网络的差异 对上为普通用户 专业用户 甚至特殊用户 提供极简的服务 那么我刚才阐述的是 发展新型算力网络的四个硬骨头 针对数字网络 中国移动已经有三个阶段的清晰规划 针对以上思考 结合以上的思考 中心通讯在算存 连接 能编等三个主要方面 进行了以下的规划 希望能够全先全意 服务中国移动的 智能化综合型数字信息技术设施的 建设和发展战略 那么在算存方面 我们自主研发的40核的ARM V8的芯片 已经在中国移动的边缘计算应用 下一步我们将推出128核的ARM V9的 领域定制的CPU芯片 再下一阶段 我们将提供160核的 基于自主CPU核的通用计算 和领域定制的计算 那么我们也正在为中国移动 提供两次照PPS的智能网卡加速 那么我们将提供3兆ARM V8的 基于自有芯片的智能网卡 加速芯片和智能网卡 那么在存储方面 目前我们提供的是 时延低于2毫秒的分布式存储 未来我们将提供 时延低于0.3毫秒的高性能的分布式存储 我这里也特别想说的是 为了配合我们的计算网络 我们专门为东速西算准备了 中心通讯的这个全模块的 预置化的数据中心 今天我们的PUE值小于1.3 那么我们也正在滋滋以求 让PUE小于1.1 那么在连接方面 正如我前面讲的 核心骨干网络应该是全光的 应该是大容量的 应该是RIP加光协同的 今天我们提供的是 单槽为2.4T的极权路由器 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规划是4T 再下一步的是单槽的14.4T 从能编方面 也就是说 刚才说的高阶的编排器方面 目前我们的USmartLED 配合中国移动的自制网络 我们提供L3的自制 L4和L5 我们只要配合中国移动 尽快地达到L5的自制 未来以来 中型通讯一直致力于 成为数字经济的注入者 向下扎根 我们想把最难的事情做到最好 我们想把这些核心的 最难的事情 我们去把它实现了 我们想严守边界 严守我们和我们合作伙伴的边界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全心 全意地助力中国移动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助力你们的向阳生长 我想 无论我们希望能够一起 跟中国移动 去看星辰大海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脚踏实地地 服务好我们的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我代表中型通讯 做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 好 感谢王总 谢谢 也再次感谢今天各位嘉宾 与我们分享他们独到的见解 中国移动将坚持把开放合作作为 长期坚守的重要发展策略 与产业各方携手奋进 共同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今天上午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也欢迎各位参加下午的分论坛活动 再次感谢各位合作伙伴的参与 我们明年再见